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五 股市開始暴入11月份的上市 由於大市充滿觀望氣氛 所以未來這幾天的市 都可能會在反覆拉脚之中進行 直到技術上的突破為止 看看昨天的情況 恆指昨天早市先高34點 去到20414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 見過20553點 但高台買盤不足 加上零碎股額又浸浸湧熱 結果市房亦都輾轉反覆 回落到20325點才止暴 去到競價時段 是有些吊倉活動出來 最後指數受到相關活動所影響 是低收在20317點 相對早來說跌到63點 成交金額1544億 如果扣除相關吊倉行動 成交金額可能連1400億都沒有 看看期日上的走勢 以指數昨天的高位在20553 或者收在20317點 總算是走在10天平均移動線下 簡單來說 指數已經持續低收在10天線 流行幾天 情況當然不是太理想 亦是稍為偏淡 現在就要看看 到底2萬點大關的防守性 能不能夠站得到 總的來說 由10月17的低位 19977點開始的反彈 去到10月23的高位 20942點 市況反彈了965點 但問題直到現在 整個大市 都走在965點的波幅之內 而大部分時間 都在2038點 到2088點這個區間裡 走來走去 當然有一天 是去到20270 但始終來講 都是上落等便 移動線方面 有少少持續偏淡的感覺 因為現在移動線最高的 是20天線 輕輕回頭 昨天收在20908點 10天線 昨天輕輕升回20多點 收在20562點 我想過多幾天 10天和20天線可能會交叉 因為10天線穩守在燃水平 20天線比較高速下限 最終可能20天線又會跌穿 其實意義不大 只不過代表大市持續反覆不前 所以令到恆生指數 始終沒有法至於成功突破 10和20天線以上 真的要等到有些藥引出來 令到資金入市稍為進取 從而將市作一個明顯的推升 才有機會出現這個突破 有一點想講講 剛才我提到整個大市的框架 是由19977到20942點 在這965點的波幅中 就寬了10天和20天線 簡單說 如果恆生指數在11月稍後 能夠突破20942點 這是10月23的高位 市場將會再重新企穩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上 技術上、形態上 當然有來進一步推升 但怎樣也好 現在的市場大家正在等 第一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聯儲局會不會是順應民意 減多四分一利息 事實上這兩件事件 就算清晰也好 對大市不會帶來任何提震的效應 反而哪個總統上去 都是自作制裁中國的 這範圍比較重要的 關注的就是 內地人大會議之後 有沒有一個較具規模的 刺激經濟的政策出台 而政策的規模大之餘 是怎樣做法 大家正在等著相關的事件的呈明朗 因為這陣市說到尾 都是由政策去主導 當然是看政策 看經濟因素 看基本因素 市根本上就不應該升得那麼厲害 因為實體經濟還是很疲弱 奈何在政策主導之下 市況出現一個急速上升的勢頭 也引進了資金 加入投機性的部署 所以最終真的要看待他們的政策 待會我們看看 開始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雙手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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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鈺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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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五簧 按鈴鐺 感谢观看